台南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首先,謝謝大家 這個抽空來參加 台南今天舉行的記者會 今天昆辉跟我们台联立院党团三位 这个立委站在这里 就是要向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大众来表达 就是陈冲内阁方枪走板 520刚刚上任就职 都还来不及做施政报告 就有阁员辞职 从开放毒鸟进口 油电双账 到这个正所税开征 可以说都是寻了同样一个模式 那就是这个 没有这个沟通取得共识 这个政策规划不够周圆 那么就贸然强行推出 推出之后又反反复复 让人民无所事从 所以陈冲内阁可以说是一个荒唐的内阁 已经没有能力领导政府 所以台联立院党团已经决定要对陈冲院长提出不信任推动倒戈 要求马阁政府这个是内阁全面改组 刘易如部长 动不动就消失 动不动就请辞 把财政部长这个位置当着耳系 这完全就不识认了 他推动这个正所税 搞得资本股票资本市场天翻地覆 而且量价萎缩 他的这个阁源啊 形势任性 这导致这个政治动荡不安啊 陈冲内阁一下子 要开放毒牛进口 一下子又要这个油电双帐 政府已经成为社会的乱源 所以 克罗易在这里 富裕啊 陈冲 应该下台 内阁应该全面改组 刘易如因为 国民党党版啊 这个正所税啊 不服他 这个是有所得 就要克罪 这样的一个理念 而请职 但是好奇怪啊 他知日不提 这个是 这个不动产啊 这个实价克征啊 所得罪 这很奇怪啊 马英九口口声声啊 说是要公平正义 那既然是要公平正义 这小股民啊 因为量价萎缩受到的重击 而遍地啊 这个哀鸿 所以 马英九祭出的这个正所税啊 只是在打击股市嘛 而且这个对于中资 外资 客不到税 也不准备客 然后 然后由于这个资本市场啊 这个自由化 全球化底下 这些大富门啊 他有种种的办法啊 根本可以逃避 这个是正所税 所以 马英九坚持公平正义 公平治愈 坚持公平正义 应该就要先救 这个是房地产啊 这个是客征啊 不动产这种 这个实价克税 这个实价克 这个是不动产交易 所得税才对嘛 所以马英九只敢打这个 苍蝇不敢打老虎 各位 陈冲内阁已经完全不适任了 刘逸如因为正所税要请辞 那请问刘定双账 经济部长 要不要请辞 开放毒牛进口 农委会的主委 卫生署的署长 要不要请辞 陈冲内阁的阁员 根本没有沟通 其实政策沟通的能力 推动政策又那么冒进 显示了这个陈冲 没有领导能力 所以我们台联的立委 在立法院要正式提出 这个是行政院长的不信任案 希望立委们不分党派能够忠实反应民意 支持不信任案 刘逸如这个正所税 他说是公平正义 但其实政交税 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都要交税 这才是最不公平的税 所以刘逸如刘部长 如果要坚持克这个正所税 那应该就应该先废除这个正交税 先取消正交税 再来谈克正正所税 对这个才是符合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 否则坚持公平正义 这都是假的 其实他的目的只是要加税 要克税收税而已 我们要非常严肃的主持 政府浪费腐败 像中油台电 经营不善亏损累累 但却要全都要转嫁到给人民 政府财政腐烂 需要借题 这个是收税 让人民来承担 实际上政府应该 首先应该要整顿国营事业 并且率先准结支持 再来谈各种 这个是费税的增加 最后军委 再强调一句话 台联党团已经拟讨不信任案 这个将尽快寻求 其他这个党派立委联署 来提案 那么以上呢 来做这个简要的报告 昨天刘宇部长一宣布要请私以后 股票就涨了200点 那么我们推测 我们推出不信任案倒戈之后呢 陈冬运长如果下台大概可以涨1000点 如果马英九这个下台的话 我看会创新高 整个台湾的这个民众 已经被淋辞到非常的受不了了 这是我们 你看今天早上 他那边要时不辞 请私待命之后 一开盘就跌70几点 那么我觉得为了台湾的未来着想 那个呼吁就是大家 这个呼应我们党主席刚刚所提的 大家不分党派 要忠实反映民意 所有的委员们 我现在开始 马上会开始行动 马上开始行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